财富是递进式的 而钱是可以今天有 明天就没有的 这就是格局 大家好我是屯鲁潭潭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我终于拿到我的 茶艺师的资格证书了 然后目前呢 我一共有两本 一个是国家三级教师资格证 这个是拉丁舞的 后呢 这是茶艺师的 其实这两项都是我的爱好而已 我现在没有指望他们能挣什么钱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一定要把爱好发挥到极致 因为当你没有退录的时候 也许这两本也能派上用场 好了开始进入正题 这两天呢 我一直待在家里面 给自己过去的工作和经历 做一个复盘和总结 恰逢昨天下午有一个小粉丝 也是跟我一个经历相同的粉丝 他呢也是在一个 二本院校读的大学 学的也是一本专业 网络与新媒体 就专业和我一样啊 然后他的父母呢 是想让他考公务员 但是呢 他现在是在一个 现级的电视台里面上班 但是他对他的工作状态 和他的上级 不是那么的满意 他的同学和朋友 现在在义务做电商 所以就想拉着他一块去 他就很纠结很迷茫 就不知道究竟该不该辞掉 现有的工作去创业 去年年初呢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说要跟我合伙开公司 开传媒公司 公司主营呢 就是自媒体 孵化家电商这块 他之前呢 也是在传媒公司上班 但是呢 他主要负责的 还是秀场直播这一块 但是秀场和电商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发现他毫无学习态度业 一点都不专注 也不踏实 因为他一直跟我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哎呀 我们就去拿货嘛 拿了货就回来找主播卖嘛 卖 这么轻松吗 我就直接问了他一句 怎么卖 直播间你要找吧 主播你要培训吧 供应链一定要好的吧 公司内部结构也要规划的吧 这还是最基本的东西 一点没有完善 一点没有提及 包括你所不熟悉的领域 也完全没有学习的态度 其实现在哈 我们当代年轻生 你想要学习某一个行业 真的是太简单了 因为现在的信息 真的是完全透明公开化的 你但凡想学习 哪怕不花钱 你都能够对这个行业 了解个七七八八的 关键的是 你两个要学习 要了解的这颗心都没有 那你还谈何创业 我们经常会看到 许多大咖在许多平台上 都会晒出自己所处的行业 哦 这个行业什么大揭秘 什么我的年收入上百万 怎么怎么样 会给年轻人或中年人 有一种错觉 哇 这个行业真的好赚钱 仿佛钱就在向你招手 哇 我去做这个行业 我就一定能赚钱了 隔行如隔山 你还没有踏入别人的行业 就这样被它的 错误的价值观 导向走歪了 对呀 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 创业好 创业挣大钱 这样的思维 因为在我身边 创业失败的例子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给现在朋友的建议 就是一定要在稳中求发展 不要放弃自己安稳的工作 而去挑战 你不知道 不了解 不确定的行业或者领域 并且不要陷入 这样的思维误区 只看到别人的成就 和挣的钱 成就和钱 只是一个结果 而它中间的这段经历 才是你应该去思考的 如果换作是你 面临同样的困难 同样的问题 你是否能够有能力去解决好 或者说 你刚刚踏入这个行业 你又该将如何开始 如果说很多事情 你都能够想全面了 并且自己也有足够的能力 底气 那你再放弃你现在的一些 比较安稳 觉得不值得的一些事情 再去做 这样才是最正确的 其实呢 我也会收到很多的 负面不好的评价 你不就是考上链吗 你不漂亮 你没得解上链 你可还你能赚好多钱 其实呢 我觉得比我漂亮的人 真的是太多 太多数不胜数了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美女 但是呢 如果有的女孩子的漂亮 只是在表面 那会比 有些长得不那么漂亮的女孩 更加让人讨厌 我现在的成就 不能说成就 我现在的结果 那是因为我从高三毕业那一年开始 就有所积累 有所沉淀 一直到我现在 我现在语言表达能力 和我的镜头感 那是从我大学三年 在寝室待着就开始了 当所有人节假日都出去玩的时候 我一个人9点10点11点 一个人在寝室里面 还在直播挣钱 所以 当我们学校有什么晚会直播 或者说有些大型的企业 来和学校合作 做直播的时候 上场的主播也会总是我 神圣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这句话真的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 专注和踏实这两点 真的是我这辈子 都不会变得信仰 视频的最后呢 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最近悟出来的道理 财富是递进式的 而钱是可以今天有 明天就没有的 这就是格局